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開這場記者會 就是因為 從在高雄的時候 我們已經絕食到今天 已經絕食了100多個小時 我們的會長 富雄會長也絕了66個小時 終於在今天早上不知倒地 民進黨跟蔡英文 完全沒有任何的回應 這讓我們感到非常的心寒 所以 今天很多的朋友跟團體站出來 來到蔡英文的住家前面 要給他來施加這個壓力 希望 他能夠落實自己林珀謙的承諾 希望他能夠好好來重審這些爭議案 民國61年 市政府用一個不具公益性的果菜市場 強徵民地 我家是其中一戶受害者 而被強制徵收後 我們從未停止 對高市府提出述願 希望高市府依法返還不使用的土地 民國71年 民國71年 關於徵收是否合法的訴訟 的確是市政府贏了 不過當年徵收時是沒有土地徵收條例 同一年 我們也向內政部提出在數院 而內政部判決高市府應該撤銷 拒絕發還土地的行政處分 再另外做一個重新行政處分 然後高雄市政府沒有做出處分 直到現在過了34年 拖了34年 在法律程序沒有完備下 就派怪手來產平我們的家 陳菊市長在媒體上 所說的誠意溝通 就是派怪手來溝通 出動怪手來回復我們的訴願決定 我們在高雄沒有溝通管道 只能試著餓死自己 甚至去陳菊市長官邸 丟雞蛋撒名子 被警察抓 才能得到社會的關注 我們誠懇希望小英總統能關注 現在各地正在受到怪手威脅的破千案 落實新政府的謙卑溝通 請新政府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曾經擔任過台灣人權 出境會會長的這個陳菊 送人的誠意 他以他的傲慢 絲毫不顧地方居民的生存權 他不斷地講為了高雄市民的多數利益 必須拆除國債市場 他沒有講 為什麼這個多數利益 不能夠跟國債市場的生存權並存 為什麼不能夠在這個基地上 安置這些居民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偷偷摸摸的手段 把他們房子拆掉 他通通都沒有講 北市總統府跟我們說 他們沒有權力指揮地方首長 但是總統府可以制定台灣的政策方向 他可以決定台灣的政策高度 我們要求小英總統 就人權的角度 對陳菊市長 對林佳宏市長 對賴清島市長 對他所有民進黨的執政團隊 造成人權盡害 做出譴責大眾多對 對 今天 他們在這個地方決死 本來是希望能夠獲得蔡英文 一個了解 然後促成跟陳菊的協商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但是蔡總統也貴縮起來 今天民進黨政府在果菜市場的作為 事實上不折不扣 就是背叛了他從前社會運動的脈絡 背叛了南台灣支持民進黨的群眾 背叛了從前的創黨精神 背叛了這個大家為這個土地犧牲的先烈們 蔡總統應該根據國際人權兩公約 宣示遞照台灣為一個零破千的家園 蔡總統應該立即召開總統府的人權委員會 來調查每一個土地負擔徵收 以及破千的正義案件 行政院跟各級的政府應該立即停止 現在全台灣的破千以及土地 這時候的正義案件 要等到 總統府的人權委員會調查完了之後 才能夠啟動 蔡總統應該要來責成城局市長 跟這些居民進行一個層次的協商 然後給他們一個合理的安置 今天並不是絕對死人倒下來 房子拆了 這個案子就這樣結束 不會的 如果你們仍然如此的傲慢 不願意來回應老百姓卑微的訴求 我們就會讓你看到人民的力量 我現在沒有聲音 不過 我代表我學校的小孩子 我今天 既然學校要拆 我在這裡死給大家看 你們不要抓我 不要抓我 你來抓我 我馬上投降下去 不要抓我 我要跟總統 等一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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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我要等總統 我要等總統 不要抓 好 好啦 我要等總統 我要等總統 不要 我等 你講就好了 好 我講 你講就好了 我要等總統 不要 你不要抓你 不要抓你 你不要抓你 不要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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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要等總統 我要等總統 你們要抓你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可以看得到 老百姓受到這樣的欺負 不要總統 我們最好 只能弄這種機器的手段來對抗嗎 保護 我們是什麼樣子的國家 必須要讓老百姓這樣子來犧牲自己 我們絕對不能讓這件事情再發生了 我不要到裡面等他 好 原長 可以了 不行 好 不然我就承個機 好 那我們 我想我們接下來 原長 不要 原長不可以這樣子 是 我要總統回應 總統不要騙喔 亞伦多不要騙喔 因為我們在925的時候曾經跟有幾個團體有跟亞伦多副秘書長見面 但是 你從小而已 我現在有像會死掉 通告這麼簡單 你不能打電話 你電話給我 我不能打啊 可以吧 沒事 國賤 不要 說一下 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 沒有人 國賤 我們等他 可以等他 可以等他 我們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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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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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慢慢的 他們可以進去 警察好對 警察好對 沒關係 外面朋友 Gur 攻擊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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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小心 小心喔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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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好追 你幹嘛 我們在這邊喊沒有用 隊長我們去總統府 保留力氣我們去總統府 我們要跟他長期抗爭 跟他長期抗爭 你不要到總統府的時候力氣不夠 現在去 現在又去 現在又去 一起去 一起去 跟國差一起去 等一下喔 我們就要進去裡面 跟我們已經見過好幾次面的 他們公關室的李專員見面 其實每一次的狀況都一樣 來這邊好幾次了 進去 跟他講 他說我們會轉答 我們會轉答 我們會轉答 就好像這些官員對外面講說 我們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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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完全沒有作為 這黎明幼稚園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到 明明就是一個被宣判違憲的一個法令 他們可以繼續執行 四字739號也講得很清楚 有關於自辦重劃的案件 其實是一定要經過行政聽證之後 我們要去釐清它的合理性 才能夠去施行的 如果不這樣就是違憲 今天明明就是一個違法違憲的案子 活生生在這個地方 政府官員卻說他們違法行政 卻說要我們尊重法治 那特別是今天的這個集會 是因為國菜市場的會長 絕食到送醫急救 明明幼稚園的園長在這邊要自殘 是因為他絕望了他11月21號就要被搶拆了 這樣子的事情還會面臨到非常多的案子上面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為了讓這個整個戒嚴體制有所翻轉 來實行真正的轉型正義 我們為什麼要讓民進黨當選 蔡英文要憑什麼在裡面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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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照顧耶 這要緊張再久耶 開門 開門 剛剛在裡面因為那個 李專員他們接受 接受我們跟我們大家見面 那聽我們所有直救會的還有 所有直救會的意見 然後他說他會把所有大家講的話 他也確實剛剛用主題他 把我們剛剛講的一些書籌他都記下來了 然後他跟我們大家講說跟之前一樣 他都會把這些意見就是傳達給 交給總統 就轉達這樣子 他的功能就是轉達 我們提了很多訴求 其中有一個共通的訴求就是 我們要求蔡英文在近日之內 要安排時間跟我們大家面談 因為我們已經透過很多的方式 包括他接陳情書 包括透過他底下的人去跟他轉達 但是都沒有用 我們希望直接跟他面談 直接跟他講 11月21號就要進行強制拆除 我們不知道那天原早 我們不知道他那天會怎麼樣 他會犧牲他的生命或是用什麼來 來讓社會關注 自辦從頭的問題 所以我 我們就一直 剛剛跟李專員講 請他告訴 一定要告訴小英 近日之內 一定要趕快地處理這些很緊急的案子 他裡面的狀況就是 他現在就是換氣很 很急迫 當然他涼血壓那些都目前沒有問題 體溫也還好 37度有一點點高也還好 就會人員在旁邊 就是狀況是還好 但是 他希望總統給他一個 告訴他什麼時候要見他 他希望總統告訴他什麼時候 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可以出來聽大家 親自聽大家講話 而不是聽那些官方說法 因為他身體 他晚餐又沒有吃 然後他現在很激動 我們勸他 好好休息 離開 可是他 他就講 離開好 總統的 總統有確定要跟他見面嗎 有確定要解決嗎 不然他離開要幹嘛 他覺得沒有用 他說他寧可死在裡面 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勸他 因為這個狀況 受害者的心情 不是我們勸他 他就會停 因為他是受害者 我們沒有人 真的了解受害者的心情 所以我 所以我 我雖然很想叫他去休息 但是我很不下心 強制 用暴力的方式把他拉出來 我做不到 因為今天是他的休息人員要被拆 而且只有21天